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经历了一个夏天的食欲不佳 在秋天的时候天气稍微凉算 人们就开始粘罗则补身体 然而想让胃口大开,食量增加 我们就需要增霜减心了 李医师给大家推荐一道菜,酸溜白菜 这是秋季菜肴的首选 非常简单又清淡 有异味生巾,降糖降压,抑血管的作用 非常适合我们的晚餐使用 酸溜白菜是一道营养丰富的名菜 其中的白菜含有比较丰富的钙、铁、无基盐和维生素C等 并且它还是湿热较多的食材 而醋可以说是五谷杂粮,浓缩的精华 其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甚至可以媲美肉类 米醋能够保持白菜中的维生素C不被破坏 而且米醋与糖相结合后,让白菜酸甜爽口 那这道醋溜白菜该怎么做呢? 秋天的白菜是非常鲜香好吃的 平时做白菜都是使用叶子 而醋溜白菜一般选用清脆爽口的白菜斑子来制作 这样酸香更入味 我们准备食材 白菜斑六大片 干红辣椒三个 醋两小勺 老抽一小勺 糖四小勺 盐一小勺 还有少许的花椒 具体做法呢 一,首先将白菜斑子切成斜片备用 斜切的面越大越有利于日味 同时也能斩断纤维 这样翻炒的时候容易熟 二,在锅里加适量的油 烧到七层熟的时候 爆香花椒、辣椒 再放入白菜炒匀 三,紧接着 一次放入醋、老抽和糖 注意的是,醋糖比一般掌握在1比2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用大火炒至白菜日味 不要炒的时间过长 炒出的白菜最好有酸脆的口感 四,最后放入盐、拌匀、出锅即可 这道家常菜最大的特点就是 简单、清淡 具有异味生津、酱糖、抑血管的功效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晚餐使用 那有些朋友不喜欢吃白菜 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呢 有没有什么别的适合替代的呢? 你一直在分享三道适合秋天吃的酸食 第一,酸黄瓜 这是用小黄瓜做成的左菜 酸爽开胃 第二,陈醋花生 这道小菜呢 可以当正常的开胃小菜 也可以做左座小菜 美味开胃 第三,糖醋莲藕 在江这一代非常受欢迎 莲藕呢 被称为水中人生 营养价值非常高 白色的食物特别适合秋天浪费 赶紧吃起来吧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仪师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